爸 妈 到家了 妈 你慢点 哎 老公 你怎么把他们给接过来了 妈这不是刚做了手术吗 爸一个人在农村照顾他 我不放心 就把妈接到城里来 刚好你也没上班了 以后呀 你就专门在家照顾咱爸妈 照顾他们倒可以 但是你每个月得多给点生活费 给 当然得给 从这个月起 每个月多给你一万块钱生活费 爸妈 你就给我照顾好了 生活上给他们开好一点 没问题 只要你钱到位 我肯定把咱爸妈给伺候好 你把车开到我家楼下 我马上就下来 爸 妈 公司派我去出一趟差 我得马上走 这次把你们接到城里来 就是让你们享福的 爸 这是两千块钱 您拿着 你跟我妈想吃什么 你就买点什么 千万不要给我省 没事 不用了 爸 给你 你就拿着 爸 妈 车还在楼下等着 我得赶紧走 快走吧 老公 我会照顾好咱爸妈的 拿来吧 拿什么呀 封什么算呀 赶紧拿来 这不是我儿子给我的吗 赶紧拿来 你知道老太婆这次做手术花了我们家多少钱吗 十万块呀 你再看看他这条命 只十万块吗 我 我什么我 人老了就得有老的觉悟 活那么久干嘛 尽量而遇添麻烦 还不知廉耻的又跑到城里来 真以为你们是太上皇 跟皇太后呀 想我伺候你们 什么都没有 等师傅呀 我们能自己照顾自己 不用你伺候 不用我伺候 你们也得吃饭 以后每个月给我交八百块钱生活费 不然就给我滚出去 啊 媳妇 我们这么大年龄了 从哪给你拢这八百块钱呀 你弄不来 就待在家里做家务 让老头子出去挣 他四只健全 哪怕是捡破烂 也不止这八百块钱 成为挣钱这那么容易吗 让我试试看 这就对了 只要你们按照我说的做 我是不会赶你们走的 还有 这件事情你们也别想着告诉天一 他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 以后你们还得靠我 不是 我们都听你的 喂 王哥 类子今天有钱了 三缺一 就差你了 赶快来 有恩多是放不下 你是否没时间 给爹妈打电话 你是否已看见 那满头的白发 你一时都在心 天一哥 咱们这次出差的任务 提前完成了 咱们要不要去其他地方逛逛 算了 我爸妈让我接到城里来了 我得赶紧回去陪陪他们 那好吧 天一哥 我去开车 转身就是一辈子 你还等得上 自于笑而起不远 快停车 怎么了 天一哥 我看见路边坐了个人 好像是我爸 爸 你这是干啥 不是 你咋回来了 爸 这到底咋回事 我妈你 什么 那家里 是我给你们的钱不够花吗 够花 够花 那肯定是小小在家 对你们不好 爸 走 跟我回家 你先回吧 等我把瓶子剪够了再回去 还剪啥瓶子 不剪了 快 给我回家 没事 走 走 来 把这两串袜子也给我洗了 洗完 赶紧去做饭 哎 老童子 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 瓶子剪够了吗 不 叫你剪个瓶子 你都敢偷了 我看你是不是欠打 你给我打个试试 老公 我 老婆子 你的身体怎么能碰凉水啊 儿子回来了 不要洗了 晓晓 你知道吗 我妈生活的时候难踩 衣裳在那肚子上 跟她一条二十分分的扣子 那时候家里要插烟 我妈在床上疼了不到一个星期就下田 由于治疗不及时 落下了一身的病 我爸为了我们这个家 先是下没有 再是去工地 用她辛苦赚来的钱 供我上大学 给我买房子 给我娶媳妇 现在我条件好了 把他们借过来想起天福 难道不可以吗 儿子 不说了 这些都是父母应该做的 爸 这些都是父母的 我也是 我真的都能够 他在买房子 我帮你 他在买房子 就会回来 我帮你 他就会把你 我不会 我帮你 要不然 你 我帮你 那我帮你 我帮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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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